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亚洲U-20田径锦标赛 男子400公尺决赛 那代表台湾的陈正安呢 在预赛以47.73秒 以分组第二晋级决赛 那排在第六道 他在2020年的全中运 以48.42秒 打破国中男子组的大会纪录 那在2021年全中运拿下铜牌 2022年拿下银牌 2023年终于在高中男子组拿下金牌 并且写下47.53秒的个人最佳 在现在起跑前呢 是历代第28节 鸣枪起跑 大家可以看到 韩国跟卡达的选手 都冲得非常的快 即将通过100公尺 第五道的男孩选手 已经超过陈正安了 那陈正安的第一个100公尺是11.8秒 那明显落后 其他选手有一段距离了 我们看到第二个100公尺 陈正安以11.9秒 均速的方式通过 但是似乎已经落后给其他选手非常多 至少十几20公尺 通过300公尺的时候是35秒 那是11.4秒 通过第三个100公尺 那第一名第二名已经非常遥远 不过陈正安现在已经超越了 很多选手来到的第四名第三名 压线拿下第三名 那第四个100公尺呢 虽然是最慢的12.2秒 但是一次超过了三四名选手拿下铜牌 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逆转 那陈正安正式成绩是47.32秒 那这个成绩呢 也来到了历代的第17节 那也是台湾U20的历代第9节 第19节